4.他人发言时不得加以干扰或提出质疑 5.发言时应针对议题,不得为人声攻击 6.未免研制听证程序进行 不得就主持人以处置或以明白告知为同一问题者 再为重复发言 7.未经主持人许可,不得于听证进行中进行录音、录影或照相 经许可录音、录影或照相者应于媒体专区为之 8.有违反前项各款之情势者 主持人得命其退场或为其他必要之处置 9.每位发言者请依所分配时间 在结束前30秒会按林医生提醒 发言时间结束时会按铃两声,应即停止发言 发言时请靠近麦克风以立收音 听证会开始,请主持人介绍出席听证人员 并说明暗游发言顺序时间等事项 提案人议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各机关代表 跟在场的女士先生们大家好 提案人彭教智先生在108年11月12日所提 你是否同意公司企业等负责人 定选制度应另立专法 本会多数委员认为因应公投法第十条第四项 规定举行听证会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加听证会 今天听证会的议题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本案是否涉及公投法第二条第四项 所称的人事事项 第二,本案是否为一案一事项 第三,本案提案内容是否不能了解其提案争议 第四,其他事项 为使听证程序顺畅进行 请发言者以及在场的人员 能够配合刚刚事役所宣布的注意事项 今天的听证会时间配搭 提案人的领协人或其委任代理人 陈述意见为15分钟 专家学者及机关代表陈述意见为55分钟 发言顺序,亦序为专家学者机关代表 各发言者的时间分配为5分钟 出席者发问及答复时间为30分钟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出席者陈述意见 现在请提案人之领协人陈述意见 时间15分钟,请 各位大家好 我是公投提案领协人彭佳志 第一次发言 首先就这个公投案杜绝政治仇庸的法案 我先来做个说明什么叫做仇庸 仇庸顾名思义就是报仇 政坛上政治人物对另一人或团体或党派 进行政治仇庸就是指给他对方某种好处 政治仇庸简单来说就是赠送礼物 是另一种形式的背叛人民 私相授受的公开贿赂 就宪法学层次有责任制与仇庸制两种 责任制就是由执政者任用贤人政策失败及下台 仇庸制就是由胜选的政党依选举功劳高低分配官职 所以行政学层次才有攻击制和分赃制 公积制就是依资位连资给父亲资 并依工作考机发奖金 分赃制就随主管之决定分配官职待遇奖金 那我们今天在这次的一个公投的主要的提案的理由 主要是针对现在目前政府法令 现在不完备他没有办法可以管的这个部分 我们提议要另立专法 一般来说政府的架构它分为政务官跟事务官两套系统 前者会随着政党轮替更替 后者则是一般所说的公务员 并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改变职位 前者就是当然负责的是政策决定的一切工作 后者是负责维持政府正常运作的基础建设 举例来说政务官负责的就是像大巨蛋到底要盖还是不干 拆或不拆的事情 而事务官则是负责雨水下水道的维护建设等等问题 然而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呢 部分的事务官揣摩上意以求信尽 随着2008年政党再次的轮替揣摩上意的又换了一批人马 争相揣摩上意的结果就是让文官体制彻底崩坏 用白话的文来说 原本应该可以独立确保政府正常运作的中层 中基层的公务人员逐渐变成了养政务官笔袭 为政务官之命适从的政治奴才 国民党在李登辉执政掌权时期开始 国营事业机构就变成了选举的政治酬庸工具 延续到今天 从扁政府到马政府到蔡政府都是这么做 唯一不同的是 有没有真正做到试采试用专业考量 创立政党最大的目的是在于执政 执政大前提是赢得选举 如何赢得选举当然是选票 那选票从哪里来呢 一是买票一是绑装 买票是违法的我们都知道 冒者被抓的风险查到买票 行为就会注销公职还要坐牢 政治酬庸只要不拿回扣就是合法 所以很多政务官没有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因为政务官任用不需要经考试院全序部审查通过 首长点头便可以认命 政务官大部分都是由选举产生 非常认是被选出的长官指派认命 认其不受是不确定的官员 例如多数民主国家的部长由于政务官多半是由人民所选出 所以总统的权力是最大的 国营事业机构的人事任用 往往都是要经过总统同意 行政院发布任用 但令人疑惑的是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皆将国营事业机构 视为党营机构 人事酬庸绑装 政治酬庸现象就是两党执政 遭人诟病的其中一项 政治酬庸或政治分赃是不可免 应是程度之别 国会的肉桶立法滚木立法 政党派系的分赃不胜美举 其实越先进民主的国家 政治分赃的现象是越来越少 不但违法乱记者神之以法 也订定相关法规制度来釜底仇薪 使政治分赃的拘力降止嘴低 心怀不轨者无稽可蹭 或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过去这些年来 台湾实施民主自由的一个制度 不过很可惜的是 我们往往还是看到 任何一个执政党执政之后 政治酬庸的乱想 一直不断的出现 在人民的眼中看到的就是 执政党对这个一个权利 他一直不愿意放下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提出这个公投案 就是希望能补这个破口 这个已经行之多年的一个破口 政治酬庸的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处理跟解决 国内政治酬庸最主要元凶 就是公营企业林立 加上其子公司甚至孙公司 与民间共同投资 却有主导权的准公营企业 中油台唐台电台银 中华洋政等都完全都是属于公营企业 我们都知道 但是中华电信 兆丰银行像中华航空等 它都是一个形式 就是一个官股 它占了二分之一 但是人事权 经营权仍然政府掌控 现在执政党又将水利会 改为公立部门 一些三级机关首长 也改为政治任用 不是用一般的文官任用 所以国英事业自 党国威权时代至今 台湾虽然历经了两次的政党轮替 谁拿到执政权 谁就掌握国营事业的资源 进行政治分章 国营事业变成党派的私人的提款机 虽然我们有国营事业管理办法 可是在有很多的地方 它是法律上面是无法可管的 长期以来 国营事业的董事长的人士 一直没有一套征选的标准 人事任用靠的是关系 不是专业 经营亏损也无所谓 做不好也不用负责 人事黑箱作业 经营缺乏监督 经营者没有任何的退场机制 国营事业是属于国家资产 非党派和个人资产 经营者需要对全民负责 国营事业腐败 恶劣令人罚止 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呼吁全民一起张大眼睛 关注与监督国营事业的问题 终关以上目前国政体制的乱象 这并非国家人民之府 所以此事公投主文 以另立专法方式 责成考试验规范 公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转投资公司 及政府握有主导权的准公营企业 民营企业 财团法人 行政法人 基金会等负责人 采公平公开透明的一个领选制度 依专业资历绩效为聘用 依续聘的标准 不应政党轮替而更动 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是我们提案的 另立专法 其实最主要的是针对 准公营企业 就是它不是国营企业 它是准国营企业 就是说政府可以掌握人事任命的准公营企业里面 因为他们常常往往是 股权没有超过二分之一 它是民营企业不是国营企业 可是它是最大股东 政府是最高股东 所以它有绝对百分之百人事任用权 目前无法可管 不管是公务人员任务办法 还是国营事业管理办法 都无法可管 造成这是一个人事的一个大黑洞 还有就是一些财团法人 还有一些行政法人 不胜枚举 这已经造成很多数千个职位 都是百万年薪 任人政治酬庸 只问关系不管专业 这都是花人民的纳税钱 我们借由这次的一个公投提案 只是希望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 事实有数千个职位 它不在国营事业管理办法 跟公务人员任务办法的管理规范之内 目前是无法可管 这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 亟待解决的一个黑洞 国民两党经过了两次的政党轮替 都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代表说执政党 一直将政治酬庸变成它的礼物 这不是人民所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提出这个公投案 希望透过人民的发声 让政府的立法部门能重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而且是眼前发生的问题 我们需要让政府能认真地看待 比如说在财政部 财政部相关的很多的单位 它是财政部管辖 可是它不是公务人员 它也不是国营事业 比如说在交通部 辖下的有很多的单位 我们最出名的就是圆山饭店 这些都不是国营事业管理办法 和公务人员用办法 它所可以管理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现在目前人事任用的漏洞 这里面当然还有中华航公司 华厨华赛 透过这次去年的那个实验案 爆出了这些问题 经济部辖下也是有很多的 它不是国营事业 可是它就是一个人事的大漏洞 全部都百万年薪 还有我们最出名的 刚才有提到华航 华航从董事长总经理 到它重要的经理人 我要问各位 到底现在适用哪一个管理办法 它的人事任用权 全部都是百万年薪 甚至是三百万以上的年薪 既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监督 专业任用没有任何可以去管理 这国家体制荡然无存 破坏了整个文官的制度 既然公共人用办法 跟国营事业管理办法无法可管 那我就要令地专法来做管理 当然还有其他的部会 比如说杂粮基金会 台湾海洋深层水公司 台山投资管理公司 这之前到的很有名 台湘航太工业 亚洲航空 这些都是现在法令无法可管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证实这问题 所以本人提出这个公投议案 并不是随便乱提出来 这个议案已经存在台湾几十年 这也不是国民党民进党的问题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的将冠文化 我们希望透过人民的力量 来让立法机关人重视 好好来解决台湾这个问题 两大政党轮替都无法解决 为什么因为这是既得利益 金管会它周边有很多的 这些从属单位 像比如说齐交所贵买中心 像齐交所的董事长连薪超过800万 各位有很多的单位 他们连薪如果说用专业任用 他们可以找到相当相当好的人 台湾没有人才可以找了吗 一定要公开透明公正 我相信人民支持 一定要公开透明公正 我们不做批评 可是我必须要做一个说明 比如说这些都是跟政治人物有关的 第一金控的总经理 连薪就差不多将近400万 台延的董事长连薪超过300万 台本的董事长连薪在超过500万 难道台湾没有人才了吗 为什么不能公开透明找一个真正的专业管理人呢 所有民营企业 他的CEO 他的董事长总经理是很重要的 他们董事会要任用一个董事长总经理 他真的是要经过好几关的面谈 要看审视他的学经历的专业背景 台湾在掌控这些百亿千亿的公司 为什么可以随便任用 只问关系不管专业呢 我们不做批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无奈人他们的家族在台本 他的女儿做董事长兼执行长 另外他的儿子做董事 三年来就领了 他过去三年时间就可以领 他也超过七千万 所以我们所提的这些法案 是台湾人民所关心重视的问题 人民没有发生因为他没有权利 所以很感谢政府让我们有一个公投提案的一个机会 让政府部门让立法机关来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解决累积台湾这几十年来的 不可解决无法解决的政治酬庸的一个漏洞和漏洗 谢谢 现在请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航运管理学系李文良教授发言 时间五分钟请 我想我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就他提案来看的话 我有三点质疑 就是说你看的乱象 或是说我们提的总经理董事长 这些国庸事业的人选可能就是有争议 但是跟我们说要不要依照公投法第二项 第二款来提出立法的这个创作原则 这两码事 这是法律问题 而不是说你这个看起来答不太顺眼 或是表现不很好 这两码事 所以这一点我搞不清楚说 你可能要再更清楚去传输 第二个你想着说你的提案内容 说我们应该是对政务官去做立法规换 或者是说有任用资格的人 去做国庸事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 我看这个好像你也讲不清楚 也讲不清楚 因为政务官跟事务官本来是两套不同的适用的这个规换 一个是规注于民意 一个是他的这个专业的幕僚或是官僚体系 这两个是我们在行政法的决定是不同的规范 你搞不清楚提案你说不清楚 第三个更严重 你到底你的立法创作原则 你的范围是什么 你讲国营事业后来也讲说最重要是准国营事业 那么准国营事业你又是指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国营事业在50%以上的话 依照我们的这个国营事业管理法规定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国营事业 依照这个道官解释第8号解释的话 也是属于国营事业 那你讲的是50以下 我们知道最近又规范说20%以上的话 那么不管你转投资以否 你都到底会不会去备巡 还是有他的监督机制 所以从50以下又分好几个 好像你也没讲清楚 而且你规范到底是规范什么 因为讲说要准国营事业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的名词 国营事业国营事业有讲得非常清楚的地方 这是我刚才对你的提案里面的三点疑问 那在我们就法律来看的话 就目前国营事业它已经有规范了 就是说对于国营事业的规范 已经有国营事业管理法 那国营事业管理法的第一条 它跟你讲得很清楚 储蓉事业它有它这个发展国家经济的国家资本的这个目的在 它发展国家资本的目的在的话 它目的是发展全面经济 那所以它不单纯是盈利 那第二个是说它再来是它在第八条 也对于重要的这个所谓的重要人员 它也做规范令由责成各相关的部会去订定它的领选办法 所以各个部会包括经济部包括交通部 都有相关的这个对于董事长总经理领选的办法了 那再来是说这个第35条它规定说 你这些人好不好我们的国家有建制机制的 国营会经济部或上级会给你考核的 每年考核的那不行当然就换人了 所以说我认为说目前是有法的 根本不用再去另外立一个华 那第二个是说有关这个国营事业 它的这个事业的汇率 其实也不会说因为你董事长上来就乱搞 你摘水随便调上价 你这个中油的油价调上随便你董事长总经 不是这样子 它在35条里面归我很清楚 这一些的汇率的调整关系到民生 绝对要经过立法院的这个 也不是你董事长总经理或董事会能解决的 那那个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讲的说你的负责人 你要知道很多公司是以公司形态出现的 公司形态出现的公司第八条的负责人 它是指的监事 而且第八条有三项 第一项是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董监事 那第二项的话它是指的说有具体职务的 像清算人这也是负责人 第三项更麻烦就是新增的这个公司法第八条 它是说有重大影响的人也叫负责人 那我就不清楚说你怎么去规范直接负责人 所以你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再来是说 最后一点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国营事业 它的这个任命的这个提案权 那当然这是一个人事权 那人事权的话那也许你认为说这个在上位的人 提的不是很虎很迷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但是就我们依法论法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去立这个状况 而且他讲的不清楚 以上 现在请大恒国际法律事务所李全和主持律师发言 时间五分钟 这三个段落 其实各有一些问题需要明清 那我先把提案人的具体 开成三个段落 我们针对这三个段落 其实各有一些问题需要明清 谢谢 前面是你是否同意以令力专法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令力专法指的就是 立法原则的创制 站在提案人的这个选项里头 接下去的内容是责称 这个规范公营企业及旗子公司转投资公司的 这句我把它当成前段 好就是公营事业及旗子公司转投资公司 好那另外中段有一个 还有政府或有主导权的准公营事业 民意事业等等 好这个是中段 好然后采公开临选制度 所以表示说 属于公营事业跟他的子公司这个前段 跟提案人所谓的准公营事业等等 这个中段都必须采公开临选制度 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前段的这个公营事业 其实就如同这个 这个刚刚老师有说到说 公营事业管理法 还有包括领选办法 就是那个行政院所属的那个 国营事业的领选要点 其实就已经有规范了 所以这会不会有重复立法 为何需要再另立专法 是说既有的法规不够 所以你要修法 如果是修法就不是立法原则的创制 可能会是 提案来做法律的复决 或者是重大政策 等等的一个讨论 好所以前段的 国营事业 指的如果是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国营事业 不论是法律 法规命令 还是行政规则就已经有规范 那如果提案来是认为规范不足 当然可能也可以寻别的管道 就可能不在这个立法原则的创制 那刚刚这个提案有提到说 他这次提案的重点是在准公营企业 如果是的话 那我同意 我可以理解 他确实不在国营事业管理法里头 至于需不需要令立法规规范跟讨论 这是实体问题 好这个尊重大家看法 当然我们也尊重 如果公投程序可以提 那当然就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让民众来投票 不过问题来了 准公营企业或准公营事业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定义 那我们从 提案本身跟理由书里头都看不出来 我们当然知道说 提案人想要去处理的是这种所谓政府会有主导权 可是什么叫做主导权 既然说当时公营事业管理法 它还是以股权作为主要的判断方式 那我们这边人就是看不出来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 其实无法明确说明什么是准公营事业 而且还是 还不只是准公营事业 这个中段除了准公营事业 还有民营企业 那你的准公营事业跟民营企业是同样 还是不同的意思 假如你今天是以股权作标准 那不到50%的 即便国家人就有股份 那人就还是算民营企业 那你在公营事业跟民营企业中间 多加了一个准公营企业 它的意义在哪边 另外这边还甚至提到了财团法人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财团法人法了 所以到底这个财团法人是全部的财团法人 还是政府出资设立捐助的财团法人 这种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 在财团法人也有规范 那如果根本不是政府所捐助出资设立的财团法人 那又跟现在这一段有什么关系 应该说对跟提案人想要去达到的目的 的关联性何在 好 那所以 我们看到那个中选会这边 当时给的一个初步的一些问题 就有提到说不明确的讨论 不过我自己觉得不明确的其实是这个中断 好 那 就算这个部分 提案人可以再做更明确的说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会不会违反一事一案 也就是说 前段跟中段 它其实在提案人的想法里 是不同的法规结构 在现状应该是这样 前段的供应试验那个部分是有相关法规 提案人是不是认为法规不足 所以希望修法或立法 那中段是提案人所谓的没有法规 当然 确实是没有法规 不过这个没有法规 或许也是立法者认为就是 没有打算要做这个规范 好 因为它有明硬化的考虑 有很多企业经营的考虑等等 假如提案人认为这里需要规范 是不是要另立专法的话 它会变成独立的一案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后段 后段有 依专业之力 绩效聘用 不应政党轮替而更动 我们认为这个 我认为这个也可能会是另外一案 好 先孤不论它属于哪一种 因为我支持公开旅行制度 不代表我支持后面这句话 或者是我两个都支持 那这样会不会违反一事一案的原则 也就是说 后面那一段到底是独立的一个议案 还是这只是你的理由 那如果理由 你其实写在理由栏就可以 可能就不用写在前面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前中后段 都有一些问题 谢谢 现在请借文吉先生 退休公务人员发言时间五分钟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在座的先进和同仁大家好 对于前面两位这个发言的这个先进 我有一些意见 第一个 李教授提到 这个负责人 他用这个所谓的公务机关的这个 政务观跟所谓的常任文观这个观念来 来解释 完全无法统一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文官体制 我们讲文官体制的另外一个比较灰色的空间 也就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比较大的政治 不断在侵蚀的行政的一个空间 所以 用这个政务观跟事物观的概念 来做花粉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 另外一个 在这个整个提案里面 主要是强调一个专业的一个精神 第二个 提到这个 这个工营企业 我想李教授跟这个李律师 大概没有把今天这个开会的记录 讲得很清楚 因为一直提到说 工营企业已经有法律来规范 人事有法律 事实上不是 我们这边开会通知里面提的非常清楚 查现有相关国营企业及机子公司等负责人之林聘 行政院一定有行政院所属 国营事业机构负责人经理人董监事 林聘要点 为该要点性质 系属行政规则 上非法律 我们今天公投的是提出的要求是立法 显然就是因为这个行政规则 位阶不够高 无法阻止一个正在发生 而且更不见在恶化的一个 所谓的政治 在侵蚀行政领域的这个大问题 那两位都没有提到 你只提到的公营事业 那我们这边提到的其他 希望列入规范的准公营企业 民营企业财团法人行政法人基金会 两位都没提到 我们是希望对这一些机构 也做法律的规范 那刚刚李律师提到的这几点 更令我不解 什么前段中段 这个怎么分 我想还是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犯了一个错误 基本上不管你讲的前段也好 中段也好 基本上目前都无法可规范 只有最多只有所谓的公营企业 有所谓的行政规则在规范 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 在目前这个情况 加速恶化的情况下 当然需要法律来加以规范 那另外 李律师提出的所谓的 一事一案原则 我也听得有一点无煞煞 不晓得在说什么 难道一个法律 它只能管一个机构吗 它是针对一个事件的 它法律规范当然是跨这些机构的啊 这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机构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拿用一个特别法的方式 来针对这些相关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来做一个规范 来做一个改善 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什么叫一事一汉的原则 我认为在这个案子完全无法施用 另外整个说起来 按照民主国家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只要用到老百姓纳税前的任何事 机构跟人都必须要受到监督 政治监督除外 还有法律的规范 这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政治监督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已经失灵了 我们看到政治人物 政治组织不断的在侵犯 政治领域以外的 它有影响力 这影响力从哪里来 从老百姓的纳税前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只要这个机构有用到人民纳税前的 它就必须要接受监督 而这个政府不能够去监督的话 自己是犯案者的话 我们就要立法来加以禁止 报告完毕 现在请达吉欧卡召 海洋大学讲师发言 时间五分钟 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好朋友可以看这张图表啊 一个家族在台本 他没有化工的背景 可以领七千万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支持彭家志先生 来提这样有关于政府 这个工营机构 行政法人 台港法人这样一个 这么高阶的一个人事主管 需要另立专法 你不是学化工的 可以领这么多的钱 是政府的钱 是各位公务人员 你们每个月缴的钱 就给这三个 他们家族 来在台本里面这样子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有的嘛 所以为什么 国民党在历年的政党轮替 在任命这些高阶的位置的时候 都提到肥猫 提到肥猫 我想受伤害的不是国民党 民进党 受伤害的是人民 是撕裂人民的感情 撕裂人民的情怀 撕裂人民对政府的相信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专法不应该立吗 政治仇用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我们统基层的工员上来 好不容易得熬到九支等十支等 我今天要生了 换了一个政府 空降了一个十一支等的长官过来 那请问在这个公司 待了十几二十年的基层人员 请何以堪 谁来监督呢 刚才李教授提到 这些任命都有受到相关供与法 供应这些事业管理办法的规范 来规范这些人 公司法有在规范 请问有规范到吗 他们做错的事情有被换下来吗 李教授可以解释 可以举例给我们吗 可以举例给全国的同胞知道吗 那刚才李教授讲的 这个分段或是断句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讨论 怎么样让这个案子 公投的案子 条例再更加的周延 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是 今天政府国民两党在政党轮替之后 在任命这些 不管是台港法人 国家捐助当成超过50%以上光顾的 或者是国营事业 这些所谓的董事会董监事 执行长 我们不知道他的专业背景在哪里 他的临选机制在哪里 我觉得人民有资的权利 政府有把资讯公开透明的义务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提这样的一个公投的法案 未来希望在我们国家 一些重要的职缺 重要的一些位置 要有一个很明文的法条来命定 他的专业资格在哪里 而不是颜色对了 事情就对了 人跟对了 事情就对了 谁要去负这些责任 营运的亏损 纳税人的钱就打水漂了 我觉得这个是 目前国民两党在政党轮替之后 政治任命 我们不要讲仇庸 这些任命 人员的任命 职务的临选 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漏洞 我觉得这十几二十年来 甚至有台湾政府以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给人民来做决定的一个机会 谢谢 现在请立法院代表发言时间五分钟 主席各位先进 立法院代表第一次发言 立法 立法院 是立法机关由人民组成 由人民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 那我们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法律案跟预算案 由于本院是合一制的机关 那相关事项都是由委员讨论后决定 那目前 因为委员没有就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就这个事项表示意见 现在请行政院代表发言时间五分钟 主席领行人还有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 行政院针对这个提案的主文 那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 按照宪法征修条文第六条的规定 考试院是国家最高的考试机关 掌理考试、公务人员的权序、保障、抚恤、退休、 任免、考基、疾奉、申迁还有包奖的法制事项 所以本案并不是考试院的主管的法制事项 那至于这次听证会议题一跟议题三 涉及总处的业务的部分 那我分别说明如下 在议题一有关本案是不是属于公民投票法 第二条全国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的部分 按照公投法第二条第四项规定 人事事项是不得作为公民投票的提案 那它立法的议指是考量 人事事项涉及政府运作跟管理的执行 会维持文官系统的完整性跟安定性 不宜由人民行使公民投票 那第二公司法、财团法人法 还有行政法人法等规定 对于董事长或者是首长的选任 已经定有相关的法定的程序 那我们考量说 公民企业及其子公司、政府投资或转投资公司 财团法人还有行政法人法 都有它的公共性 那是属于政府施政运作的一环 那这些公司法人负责人在各该组织法的定位 那类同于行政机关的政务人员 那人员的领选涉及行政首长固有的行政权 那不宜由人民行使公民投票 那但是因为这个公投法的主管法是中选会的主管法规 那总处这边是尊重中选会本于全责的认定 那至于议题三部分 涉及总处业务的部分是属于负责人的范围 那我也说明如下 第一按照公司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本法所称的公司负责人是在无限公司 两合公司是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的股东 那在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是为公司的董事 那同法第二项它有规定 就是公司的经理人 清算人或者是临时管理人员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监察人 检查人 重整人 或者是重整监督人 在执行职务的范围之内 那也是为公司的负责人 那而现在行政院所属公营事业机构 负责人经理人 董监事的临聘要点规定 负责人是指可以决定 事业机构经营政策的最高首长 对外代表事业机构 他的职称包括董事长或相当的职称 那从这些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了解 现行的相关规定 对负责人的定义宽广有别 不是那么明确 所以这些定义是不是为本案的负责人的范围 那代提案人来补证 那也请总选会按照相关的 公投法相关规定来办理 那至于公投提案的其他需要厘清的部分 包括如何建立公开领选制度的程序事项 还有客观上怎么样去评断专业资历 绩效的续聘用的标准 那没有涉及我们的业务 所以我们没有意见 以上 现在请经济部代表发言时间五分钟 是经济部代表发言 那就今天的那个几项议题分别说明如下 议题本案是否属于全国性公民投票适用事项的部分 那前面大概几位长官都讲得很清楚了 那依照公投法的规定 那我们去看那个立法理由 会把人事事项作为不得公民投票提案的一个理由 事实上是提到就是说 涉及政府运作及管理执行 为维持文官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所以从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去推论成 就是说贯彻执行政府运作管理 维持人事制度的稳定性 所以将人事事项视为行政保留事项 排除于公投法的提案范围外 那国营世界管理法第八条规定 国营世界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是主管机关的职权 那本部去参考的司法人员人事条例 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立法例 都有提到在总则都有提到 这样的人员都是人事事项 而且后面的章节都有去提到任用的章节 所以可以去知道就是说 人员任用一般在同事的概念上 应该就是属于人事事项范围 那再来就是事业机构必须配合国家政策 达成政府投资的政策目的 相关主管机关也必须要负担政策新任务的成败 那透过政府的人事任免去确保政府的政策执行 所以本部认为说 对于事业负责人的领选权限 应该是属于政府运作和管理执行的人事事项 所以依照公投法第二条第四项规定 本部认为不得作为公民投票的提案 一提二提到就是说 本案是否符合一案一事项 因为有几项东西 观念上其实可能是蛮大的差异的 例如说另立专法规范负责人领选制度 还有设立文官委员会 或者是请考试院去保障公务人员 像这些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再来理由书也提起 就是说国营事业经营缺乏监督 经营者无退场机制等等的 这些东西都是相当不一样的领域 相当不一样的事项 所以本部认为说 这应该是没有符合公投法所称的一案一事项 一提三提到就是说 本案提案内容能否了解其提案争议 那本部也有以下事情 其实不是很理解要请教 那前面总处有提到就是说 依照宪法规定 那个考试院事实上是 执掌公务人员的任免法制事项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负责实际执行事项 而且考试院并不是实际用人机关 也没有需要为政策惩负责 所以理由书提案所提到就是说 要由考试院主导领选制度一节 到底有没有逾越权力分立 还有责任政治的原则 这个部分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就是说 现行法规对于法人负责任的定义宽广有别 而且提案所提到的负责任意涵 将直接影响本提案 领选制度的涵盖职务范围 那对于这个负责任意涵 本部也不是很清楚 必须要明确界定说明 第三个部分就是依照 直接投资事业和转投资事业 公股持股如果没有达到50%的话 依照公司法 相关负责任职务 是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程序去选任 政府其实并没有绝对掌握人选的决定权 所以提案所述 政府所谓的主导权的范围是什么意思 再来提案又提及说 负责任不因为政党轮廷而更动 好像意思是指到 就是说负责任可以透过本案所提的 领选制度获得一定程度的任期保障 其实这个也是违反了公司法 保障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限的 有一些疑虑存在 第四个提到就是说 提案只有提及专业资历绩效 作为聘用需聘标准 其实这个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而且各事业专业领域产业形态 都非常有非常大的差异 以一致标准去领裁 这实行上到底有没有它的难度 那后续当然还有更细部 像执行程序 怎么样去达成透明公开等具体内容 这个部分都需要去厘清 那其他形式要件是否可以具备 或者是也许本部提出了意见 是否应该可以由那个提案人去做补证 那这个部分本部是尊重中选会意见 以上报告 现在请前序部代表发言时间五分钟 主席提案人 哥宇辉先进好 就提案所提的责承考试院 去做一个专法规范这个部分 刚才就是行政院还有经济部的先进 已经有提到有关宪法征求条文 所定的考试院的限定执掌事项 这个部分请大家再做参考 那全序部主要是针对 提案是不是涉及到人事事项来做一个说明 本案所提的 国民事业及其子公司等负责人 以他的专业资历绩效作为聘用续聘的标准 站在全序部人事法是主管机关的立场 在我们处理的业管事项里面 我们会觉得这个确实是属于人事事项的一部分 但是是不是属于公投法第二条第四项所称的人事事项 这个部分就还是由中选会 依立法一职来做一个审拙 那其次 顾问事业 这些相关的一个职务 的人员的领聘 已经现行有相关的法律去做一个规范 不管是法律或者是领聘要点都有 那这个部分是涉及相关主管机关就其监督的人事业 人事任用的一个权限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建议中选会再去考量各主管机关的意见 以上 现在请财政部代表发言 时间五分钟 主席提案人各位委会先进大家好 财政部就今天主要提案的部分 意见如下 第一个就是有关我们财政部转投资的工营事业机构负责人 主要是除了依据国营事业管理法以外 还有参照我们行政院所属国营事业机构负责人 经理人还有董监事的临聘要点 那另外我们财政部也有一个就是财政部派任 公民营事业机构负责人经理人董监事管理要点 这个规定来做临选代表政府补权 代表这个公营事业机构董事 那另外依照就是公司法还有证交法 以及各事业机构公司章程的一般商业法规定 选认为事业机构的负责人 那这一个政府是基于股东身份指定 自然人的一个代表政府行使之权 很难讲说没有涉及政府运作及管理执行 以人事权之行使 另外刚刚机会先进也都提到了 公投法第二条第四项的一个立法理由 也特别讲到说 因为新奉人事事项涉及政府运作及管理执行 那为维持文官系统的完整性与安定性 不宜由这个人民行使公民投票 所以这个公民是不是属于人事事项 应该要怎么解释 我想我们还是尊重这个公投法主管机关的一个判断依据 那另外有关这个本案是不是提案内容不能了解提案的争议 其实主要的因素在于就是负责人的一个定义上 刚刚也特别提到公司法第八条 不管是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都有特别针对说公司负责人的一些规定 那我们在行政院的临聘要点里面也特别低款 第三点的第一款也特别讲到负责人的一个是指可决定事业机构经营策略的最高所长 并对外代表机构其职称包括董事长或其他相当职务 那从公司法也好还是这个行政院的临聘要点来讲 所谓的负责人它的界限范围并没有没有相同 那至于说应该去明确的定义是在哪里 我们建议应该要做一个厘清 那另外有关于这个对负责人应该采用公开透明的临选制度 那并且依照专业资历绩效为聘用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建议是说是不是应该要针对公开透明临选制度的一个程序 或是这个专业资历绩效这一些聘用的客观标准 要有一定的一个评估指标 那以上谢谢 现在请交通部代表发言时间五分钟 谢谢主席 主席提案人 各位先进大家好 那交通部针对这一次提案内容里面的那个议题的部分 是否涉及公投法第二条第四项所称的人事事项这部分呢 我们交通部是认为说交通部跟所属机关捐助的 财华法人及本部投资的公民事业机构负责人的领判 因为都是涉及机关手转高度的用人权 所以我们这边认为说这个提案是涉及到人事的事项 那至于其他议题二议题上的部分呢 是在讨论有关这个是不是符合公投法的一个规定 那因为公投法是在中协会这边的主管权责 所以交通部原则上是尊重中协会就公投法所为的解释 以上谢谢 现在请法务部代表发言时间五分钟 主席提案人还有这个各位先进大家好 因为今天的那个议题三 有提到就是这个有关公投这个主文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公投对不起 公投这个提案的这个主文里面有 有特别提到财团法人 那所以本部我警救财团法人的部分 这个说明如下 那这个因为这个为了要这个完整的规范 这个财团法人的组织跟运作 那也监督这个财团法人 他的整个的这个管理以及这个相关的程序 那我们法务部在107年 经总统共107年的8月1号 经总统公布这个财团法人法 那在去年的就是108年的2月1号 这个财团法人法呢 已公布施行 那这个部分呢 是财团法人法已经这个公布了 那针对这个议题三的部分 我们有几点的这个事项 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在厘清 那公布这个与会这个先进门参着 那所谓第一个就是 这个提案主文有提到说 另立专法的方式责成考试院规范 那如同刚刚几位先进有提到 这个宪法征修条文等等的问题 除此以外呢 我们认为说 这所谓的另立专法 是指说有考试院呢 草拟专法草案 或者是说在专法中授权考试院去定 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 或者是由考试院来担任 专法的主管机关 那这几个呢 可能是第一个 第一点可能在另立专法 这几个字里面 也也许可能要在予以确认的部分 那第二个问题是 所谓政府握有主导权的财团法人 那因为在我们财团法人法里面 我们的财团法人区分为两种 一个是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 一个是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 那我们这边想要确认的是 这边所谓政府握有主导权的财团法人 指的是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呢 还是说还包括另外一种就是 政府直接或者是间接控制 他的人事财务业务的这种财团法人 那这个部分也许在 政府握有主导权这几个字里面 也许也必须要有待再去理清 那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 这个部分其实与会的先进 都有特别提到所谓负责人的范围 大家都有提到公司法第八条 对于负责人 其实我们知道负责人 主要我们会以公司法 因为在不同的阶段 包括公司设立 创立 以及他后来的清算程序 在不同的阶段 公司的负责人是不同的 那在我们财团法人法里面 这个财团法人 他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可能是董事 那可能是这个监察人 那甚至于有时候还会有临时董事 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不太确认 就是说今天我们提案人 想要规范的这个负责人 他的范围的广辖 那这些呢 也应该就是说必须在于理清 那第四个是 在这边有讲到临选 那所谓的临选 是指以我们财团法人来讲 是使说财团法人的董事 监察人他是依照法律法规命令 或者是捐助章程规定说 要由政府机关联派的这种情形 或者是指所有的财团法人 譬如说我们这一届的董事会 要选下一届的董事 这种的情形也必须要规范 是指前者还是后者或是全部 那我想这些都是在 可以供提案人再去思索以及考量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 要跟这个与会的先进报告 就是在我们财团法人法 的61条第三项 他有规定一个条文 我很简单的念一下 他是说政府捐助的 这个财团法人的董事监察人 那如果依法律 法规命令或是捐助章程的规定 应报主管院 就是主管的这个院 去临派或临聘 或是解任者 是由主管院来临派或临聘 或解任者 那临聘 临派 解任的资格 条件 限制等等相关事项 由主管院定之 这个是在我们财团法人法 是法律授权定定的 法规命令 因此呢 行政院 也是我们 这个人事总处 他就依照刚刚财团法人法 这个61条第三项的规定 授权去定了一个行政院临聘 临聘派 可能临聘或临派 政府捐助至财团法人 董事监察人作业办法 那跟与会先进报告 这个不是行政规则 它是法规命令 那这个是针对这个提案 涉及这个财团法人的部分 报告如上 出席者陈述意见 到此告一个段落 紧接着进行出席者 发问及答复 一 出席者 包括彭佳智先生 专家学者 以及机关代表 那经主持人同意后 提出发问 并请受询问者答复 第二 主持人或者是经主持人 同意的本会委员 向出席者 包括彭佳智先生 专家学者 机关代表 进行询问 并请受询问人答复 好,现在开始 彭佳智 做一个答复 回复 答复 我可以做一个举例 就是 刚才有提到 彭先生 这个是要先有发问 然后再进行答复 那你现在是要进行什么程序 提问 好,那请 刚才就几位先进的一些意见 比如说刚才有提到 有民间捐助的财产法人 还是政府出资的财产法人 就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一些 现在是法律的漏洞和乱象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举例 1988年 由当时一些飞行退伍军人 所创立的中华航空 他们将他们百分之百的股权捐赠出来 成立航发基金会 那中华航空它本身 它的股权结构是这样子的 航发会占在它34% 政府持股是9.5% 外资 外资持有15% 一般散户投资持有25% 可是我们看到中华航空的 所有的人事任用 它的一些 包括后面的整个管理掌控 都是政府在管理的 来控制的 比如说 它的一个罢工 罢工的事件 政府做最后的一个拍板地案 可是实际上政府 它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 它不是政府出资的财产法人 它也没有占有超过50%的股权 可是 这中华航空的董事长 重要经理人董监事 我们看到 刚才我有看到一个表单 它大部分全部都是 政府来指派 而且是指问关系 不管专业 这就是事实 这事实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提这公投法 我们知道有很多 在法律的专业见解部分 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要去做补证 可是 这是事实呈现在全国百姓面前的问题 那我们不能一直放任不管啊 这个是 到底要用什么法律来管 我要请教各位先进或是律师 或是教授 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中华航空的身份到底是国营企业呢 还是民营企业 为什么政府现在是百分之百掌控所有的董监事的席位呢 是用什么标准任用他们呢 标准在哪里 我们知道刚才有提到很多的法律 它有任用标准 可是标准在哪里 中华航空这些所有董监事到底标准在哪里 我们人民需要有个答案 谢谢 这个问交通部交通 对 好 交通部 好 再请问交通部回答 那请交通部回答 有关刚才所提问的部分 我们交通部为了加强派任公民事业跟潮囊法人 董事兼潮囊職務的一个 临选跟管理考的工作 我们交通部是有依照行政院所属 国营事业机构负责人经理人董事临聘要点第九点的规定 我们自己有定有交通部 与所属事业机构 派任公民事业机构及潮囊法人 机关代表临选管理及考要点 那我们在这个要点里面呢 就有去定 怎么样去临聘 具有专业资人的人员来担任机关的代表 那 而且呢 除了临聘以外 我们也有每年都会对于所临聘的 那个 机关代表会进行 那个考核 那如果 然后而且也会把考核结果作为继续 派任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以上先 就这样说明 好,现在请借文吉先生发问 我想继续请教这个交通部的代表 我根据这个联合报在108年12月21号的一篇报道 他特别指明出一位这个 应该是国营事业吧 这个董事长的任命 那么是台翔航太亚洲航空董事长兼总经理 卢天林先生 照他们提出他的背景 他曾经做过 老委会前主委 而且曾经因为挪用公款被判刑 那我想请教一下交通部是用什么标准 林派好,这位董事长出任这个航空事业的董事长 请交通部 请问借文良先生你要请 你要请哪一位 交通部的代表 好,请交通部代表回复 因为这部分是涉及我们 基关所长高度一个用人权 那我们都是按照 规定的程序 把尼勒人选签报行政院来做核定 好,请继续 请再请教交通部代表 你刚刚提及就是说 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提案都涉及到 机关首长的这个用人权 属于人事权的范围 您做的这样子的认定 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机构就这样认定 能不能再详述一下 为什么你认定这就是机关首长的用人 人事权呢 那我们机关基本上 我们这个讲到文官制度的话 在座都是文官比较多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考试 全是独立的 考试权应该是机关的首长用人 不是一张空头支票 他是要很多相关的资历 不管是证照也好 学历也好,资历也好 要全序部认定的资格 才能符合某一些职务的条件 那我不晓得您刚刚提到这个 属于机关首长的用人权 柜机关的首长有没有受到相关法令的 详细的这个规范 另外我们这边提到的 比如说像行政法人 财团法人基金会相关的 如果说交通部有主导权的话 那你们在行使人事权的话 有没有受到所谓的这种任用的 各种条件的客观法律 标准的一个规范 请交通部代表回答 交通部针对刚才提问的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因为所派任的这个 机关的代表的话 其实是要负责这个事业机构的一个发展 所以为了保障这个公股的一个权益 所以我们针对负责的林派呢 其实机关首长他也是要去考量到说 这个整个整体的一个事业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是比较倾向说 这个是属于机关的一个 就是比较对手长的部分 会刻意比较重的一个用人权 我请教授 有没有一个客观的相关的规则 您提到的都是相关的主观的自由新政 有产 这样子的话好像你们的手长可以 随他自由新政就任何来选派他的人吗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 我刚才一开始刚才有提到说 交通部有定一个林选管理的一个要点 那这边林选管理要点里面就有去规范到说 要具备有哪些的一个资格条件 包括比如说对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 要具有丰富的一个学识跟经验 或者是他所具的专场适合这个事业或是查理法人的需要 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职务跟这个事业跟查理法人 也会有密切的关系等等 以上是我们这边来说的 好 请大家考照讲师 请问一下有中选会的代表吗 好 因为公投法中选会在负责 那我想要请教的是 有关于第二条第四项 刚才谈到预算 租税 兴奉跟人事事项 那我们都知道人事事项一般都是来讲 所谓的我们兼用人员的细心 待遇 福利跟进修 退休 还有讲诚跟考核 那这边的人事事项 它有没有涉及所谓的空白的律法 要不要去说明 有没有涉及到所谓的法律者不确定的概念 要不要跟大家去讲一下 那我们这边所提的是 这些我们提到的公营机构 所谓的政治肥猫的任用的起初 聘用的起初 它是不是在这个人事事项里面 刚才交通部的同仁讲 他们在任用这些重要的官职的时候 会依照他的学经历跟他的专业的背景 请问台本是哪一个机构主管的 经济部还是财政部 有吗 那请问 那请问 这三位 符合哪一点化工的背景 怎么去聘用它 可以说明吗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 要问 要先问中协会 对对对对 第一个是中协会 第二个就是有官材去回应 那请中协会先回复 那请问 我们就请中协会 法政局赖处长来做说明 就是来做这个事情 好 现在请经济部代表回复 台本并不是经济部主管的那个 投资事业以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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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专业在哪里 刚才我们中协会说 他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的概念 对不对 那就是 他的任用是随便任用 哦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的人事事项 是考基讨和退休辅序嘛 对不对 对 我们讲的是最初这一段嘛 没有人去解释啊 对 補充报告 关于所谓人事 他的内涵跟外言 到底他的界限 因为没有做立法性的定义 所以是由我们委员会 从个案中 来界定 说这个范围到底在哪里 是这个意思 好 请借文池先生 好 谢谢主席 我想我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是要请中选会来回答 这个问题 因为刚刚很多与会的各机关代表 都说这个立法意志 还是要请这个中选会来做一个审作 那什么立法意志呢 就是我们公投法 第二条 第四项里面提到 预算租税新奉级人事事项 不得作为公民投票的提案 那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提案 是不是属于人事事项 我觉得今天的开会通知 的说明里面的 第五点 第四项 第六页 第三页 上面这个说明3 上面就有提到 说明4就有提到 这个立法意志 这一项规定的立法意志 是为了有涉及政府运作及管理执行 这是限于政府的运作 然后呢 为维持文官系统的完整性 及安定性 所以才不宜由人民行使公民投票 我想这个就设定了 对于有关这项立法的意志 跟它能够适用的范围 已经做了很明确的一个说明了 那这里面 我们今天这个提案 跟文官系统的完整性 跟安定性 似乎并不完全吻合 可能有一部分的吻合 大部分都是在灰色地带 我们今天提到回 我刚刚说明这个原则就是说 现在的政府的形态快速的变化 我们看到的一个大的趋势 是政治不断在侵蚀行政 以及甚至人民团体 它独立行使城市全的空间 那它去称范的工具呢 就是用人民口袋你的纳税钱 如果用人民口袋你的纳税钱 应该是为工 一切出于工 可是它如果是 用私人的话 借这个机会来谋私的话 运用自己的私人的话 我们看到了很多 这些年 这个政府 任用了很多 他们自己政党不合格的 找不到出路 找不到投入的一些政治人物 进入到需要专业 才能够担当的职务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职务 基本上就是因为 有政府的影响力在哪里 政府影响力在哪里 政府影响力说穿了 就是人民的纳税钱 用人民的纳税钱 来照顾一群政治人物 他们自己的圈里的人 这符合民主吗 这有公平吗 这有正义吗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 而且这些灰色地带 都跟我们刚刚说明事里面讲到 文官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定性 没有产生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如果说要用公投法第二条 第四项法来构成一个 不能成为立案的一个原则的话 觉得可能非常值得上券 这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发言过程中 我们非常仔细的听 各个单位 除了我们交通部 认为这是首长的人事权之外 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属于首长的人事权之外 没有一个单位用这种方法来看 也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边里面说明非常清楚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提案 会影响到 国家文官系统的完整性安定性的话 那当然如果这个案子不能够成立 我们没有什么怨言 可是这个案子提下来完全没有影响到 文官系统的完整性安定性 而且这个提案的目标 也就是跟我们要维持文官系统的完整性跟安定性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特别究竟于 这个可能要对这一件 这个这一条法律这一项 他的这个解释 成此大任的这个中选会 给各位一个请教 谢谢 好现在请中选会代表答复 我其实刚刚我们法庭室内所长已经做了说明 我再做一个补充 其实公投法的立法过程 从民国八十三年开始之后 最早是从创制复权法 不能作为公投的这个适用事项有哪些 事实上那个项目一直有变到 那这个人事跟信奉不能作为公投事项 其实刚刚就是成为我们 成为我们委会代表所提到的这个立法的说明 那这个是我们乃士长刚刚也讲 其实法律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公投 能不能作为公投的事项 能不能作为交互公投 要有意义的话要经过听证程序 那当然听证程序委会人员的意见 最后会让到我们众协会委员会上去 那委员会会做公投意见 像几天你的意见大概 我们委员会审议的时候也会做一个参考 以上说明 谢谢 那个回复问题就是刚刚有 雨会有提到有关负责人的定义 当然在公司 彭先生先生请问你是要发问 有好几位都提到负责人定义模糊 那你有要发问吗 我发问 就负责人的那个定义模糊的问题 我来做一个发问 就我们在公投主文上面 因为受字数的限制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很多的说明 所以我就提一个负责人 所以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 属于各个这些单位的实际的 他可以影响掌控董监事 实际业务人事财务的实际的负责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董事长或其他 适合他名称的实际的负责人 因为我们的公投主文没有办法去叙述这么长 我们只能用一个负责人来做一个表述 可我们要表达就是他实际掌控这家公司的 因为现在以公司法来讲 因为现在有很多影子董事 有很多现在目前他基于刑事主义 他就退居幕后 可他用一个总裁用一个什么 一些其他的名称规避一些民法公司法的一些行者 所以我们这边的所要表达的是 他是实际的掌握这间公司的负责人 公司法的解释很多 他有好几项 柯佳先生请问你要找哪一个单位答复吗 这个部分因为好几个单位都有提到这个问题 我想请法务部好了 那法务部请 就是我要表达的是我们是指这个 可是公投主文我们没有办法做叙述 不好意思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 从公司法以及我们财团法案法 可能会产生的疑问提出来 那您刚刚说明我们已经清楚了 谢谢 好 借文吉先生请 那个我想跟全序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我刚刚您的这个说明 我都非常仔细听 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对于公务人员的定义 当然我看了我们宪法里并没有说好像什么 这个公务人员一定要经过公开考试的规定 我昨天还在看这个宪法 我们宪法上我就没有找到这几个明确的规定 可是只讲到考试圈 说有考试院主管国家的考试大权 我想您的考试 当然对公务人员的话就是公务人员要经过考试 这是这个国父一教里面的三民主义的一个说法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对公务人员的定义 目前为止不管是最广义的定义 或者说是这个比较狭义的定义 大概情况是怎么样 怎么样来定义公务人员 好 全序代表请答复 公务人员的部分 依照公务人员任用法第九条的规定 公务人员依法考试任用 就是它有三个任用的资格 第一个是依法考试及格 第二个是全序合格 第三个是升等任用 所以在公务人员任用的法律里面 其实有这三个任用的一个规定 那依法考试用人这一块呢 其实是在宪法第86条 应该是有一个明文的规定 对 那就回到刚才所提到 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六条规定 就是考试院执掌考试事项 那公务人依法考试任用这一块 其实是应该是没有可一意的部分了 那其次如果从侠义的公务人员的定义来看 在我们的公务人员任用法 还有任法试系的第二条 有所谓的公务人员的定义 其实在那边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确 当然从侠义的范围来看 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行政机关里面的 就是定有指称官等之等的人员 那他必须要在各级官领用之后 必须要送到全序部来办理全序审定 那至于后面会有所谓的奉级的和序 办理考基审前等等这些所谓的人事事项 那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公务人员的部分 以上 继续请教 因为这个我们对于公务人员是有更多的法令在规范 所以公务员身上被法律拘束的这个范围跟它的强度 是超过一般国民的 那我因为很久没有接触这方面 我自己做公务员 我知道就是说依法从事公务的好像在这个 是不是贪污制罪 贪污制罪 新法制罪 都设为广义的公务人员 他如果涉及贪污或者舞弊的话 好像都要受到这个相关对公务人员的法令的陈处 范围相当广的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一些立法在过去都是几十年前的立法 跟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国家的环境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 其实世界各国的通力都是政府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政府的公务机关跟非公务机关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到这边很多这些机构 我们提到的就是作为公投标 作为公投的标题 提到这些这些单位 在过去没有所谓的 是不是应该受到公家机关来规范的问题 他是等于说是司法人 那他可以做他自己做的事 无必受你政府来 你要规定他怎么用人 他怎么不用人 可是问题现在这种灰色机关太多了 我们这边提出来的 转投资公司政府握有主导权 这个我刚刚提出来要做定义 其实我们立这个法过程中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定义 什么叫政府握有主导权 你空有股权百分之五十 因为有人不满意啊 有人说二十人就要来报告 所以这个法在立的时候 可能就正好可以对这些模糊地带 对这些需要进一步做法律 做理清的这些问题 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所以这一例这个法 它的价值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不能说有些技术问题还存在 我们就必须要先把这些技术已经移清 那事实上 这些理清可能不是提案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而是应该交给立法工 立法的当局 我们立法院的代表 有这个授权的人 他就这个议题 人民有这个需要 创制就是人民有这个需要 那立法在这个时候 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因为老板已经人民告诉你来立这个法 那需要的专业 需要的更深入的部分 我认为都可能应该有 后续的立法机构来做 那这些民营企业 是不是政府有主导权呢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 现在越多 财团法人 刚刚有点 政府自己也设财团法人 这都是过去很多没有的现象 可现在都出来了 就是因为社会的发展 整个政府治理的方式的发展 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东西都是动态的 现在已经到一个程度 有人已经在滥用 这一套模糊地带 也就是今天我们提出来的 这个公投标的 最主要要针对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报导 我刚刚引用报导 他有钱科的 为什么还可以去做一个 我们讲好 我就说政府有主导权的一个 准公营系列的董事长呢 难道法律都没有去规范吗 事实上法律就没有 他就可以做这个决定 我今天我是主管机关 我就决定 那么就过去这么多时间 看起来多少人 这个已经报纸上 每天时空见惯的这些事情 所以是不是全续部 因为负责整个文官系统的完整 那现在如果说 我们文官做最广义的解释 你今天你拿到的钱 你主管的事业 中间有纳税人的钱 在里面 你就不能够说 你是一个跟政府 跟公务无关的 所以在公务员这个定义上 我在就教于全续部的代表 是不是可以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趋势 还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思考 因为政府的钱 已经散到各个地方去了 而且政府借人民的纳税钱 他去指导拿他钱的代表 单位的人事运用 那他又没有一个标准存在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来思考 这个问题 藉由这个法 这个提案 我们叫我们整个社会 来做一个思考 也给我们主管单位 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就教育 谢谢 好 请大副 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刚才先进也有提到刑法 刑法上的公务员 包括我们的公务员服务法 也有所谓的公务员 那我们刚才谈到任用 就是依法考试禁用 是公务人员 其实它在范围上是不一样的 那就考试院的业管 跟全序部的业管来说 其实我们是针对各机关 行政机关里头 依法行政机关里面 除了政务人员跟民选人员之外 定有职称官等职等的人员 那当然相应的 针对这些公务人员的部分 我们有定有相关的任用 还有人事的一些法制规范 那回过头来讲 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 今天公务事业的负责人的这一块 其实它在形式上 它比较像是我们的政务官 政务官现行 在政务官的临用上 考试院跟行政院 其实有 左手去研定所谓的政务人员法 那政务人员法 其实它其中有一块的政务人员 就是一政党进退的政务人员 其实在形态上 就是跟今天所要讨论的 负责人的形式 它可能是 对于这一个盈利事业 是负有主要决策的人员 它在临用上 它对于它的 所谓的经历啊 资格条件啊 或者是它的 绩效表现等等 确实在这一块 我们未来 即便在我们未来的政务人员法里面 其实并没有把它 框进来 在我们的政务人员法里头去做规范 好 而且这一部法 其实目前还在努力当中 我们也一直希望可以朝着完成立法的方向来做一个推动 那回过头来讲 今天我们所讲的国文事业或者它的子公司 或者今天所提到的财产法人 行政法人等等 在相关的法律里面 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零用规范 好 那像在各主管机关在临聘这些人员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定的考量 那是不是去完备这些相关的规范 可能会更来得实际跟周陀 那这个是以上的一件 好 请问出席者还没有发问的 有 那对全序部来发问 就是在我们共同组文另立专法方式 以折成考试院规范 这边的意思解释就是说 因为在公投组文这边 我们要另立专法 本次这个出席者发问及答复的时间 30分钟是不是已经到了 对 所以我们本次听证程序到此结束 那依行政程序法第64条第四项规定 本次听证记录指定于109年3月10日星期二 下午20至5时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粤 认证程序终结散会 认证程序终结散会 对 对 谢谢大家